這次我們的訊息是如何經歷生命的釋放 其實這個生命的釋放 就是說人們都鬆了 可以享受生命、可以享受神 有幾個人說 我真的享受生命啊 日日都開開心心啊 平安啊 沒有淡子啊 沒有煩惱啊 如果你問有幾個人有呢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沒有人是沒有煩惱 沒有激氣勞嘈 沒有猛症啊 沒有不開心啊 或者沒有靈界的需要 有沒有在這裡 沒有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需要釋放的 就是更加鬆的 就算我自己祈禱 神啊 不用 因為我的問題是什麼呢 經常心急想寫多些東西 就是經常都想快點做多些東西 去幫助多些人 那變成心急 都會有時心壓著的 就算心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洗碗呢 我對於洗碗呢 家務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興趣 那我想快點做完 就做我的東西 那洗碗的時候 就掛著 一會兒 那我想寫多些東西 因為我寫多些在網上 可以傳給更多人 那我也網上有一個 開了一個網頁的 有很多影片 有很多人找我 在不同國家都有人找我 那我就想做多些東西 原來心急 心會頂住的 原來心急是會頂住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 心會頂住的 那我就發覺 原來真的要 即是人真的要鬆的 原來人是不可以承受任何的壓力 那你說我是在承受的 不過如果你不處理 你就變得很辛苦 哎呀 頂住 不開心 那怎樣做一個開心快背 但事實上有很多人 雖然生活了很多年 但其實都是一個辛苦的狀況 而其中一個因素 當然我不能夠說所有人有壓力 這些不開心的東西 不過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很多人的要求 小時候不乖啊 不聽話 沒有人要你 不疼你 這些經歷令我覺得 我要做得夠好才行 我要去到一個程度 我要別人滿足 但而發覺的人是很難滿足的 你乖一樣 他別人又說你不乖 你這些人可以 他又說你讀書不行 你讀書又可以 他又說你什麼其他東西 很多時候這種要求 我的名詞就是律法主義 就是要求你做什麼 律法主義有用很大的壓力 其實人人基本上都是律法主義之下 除非你真是活在神的恩典 不是信耶穌那個宗的 信耶穌都說 哎呀 糟糕 我沒有祈禱 我沒有回教會 我又沒有聽耶穌話 我又沒有遵從神 都有很多這些律法要求 在他心裡總是覺得我未夠好 那時候就有一種壓力 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 我們都不怕 我們夠好 耶穌是很多恩典 很多愛 所以我能夠輕輕鬆鬆 就算我未夠好 耶穌接下我 但我有了耶穌 我又很想去服侍 而服侍得來輕鬆 耶穌說 我欺騙是容易 我淡只是輕鬆 這個欺騙就是 好像牛耕田放在頸裡的東西 我們和耶穌一起 父耶穌 就是服侍耶穌 和學耶穌的樣式 都是輕輕鬆鬆的 耶穌的欺騙是容易 淡只是輕鬆的 大家想想 你有沒有人對你要求 而且又會變成你的要求 很有趣 你自己又會對自己 哎呀 我不達到別人的要求了 我做得不夠好 就是會有這些出現的 結果交朋友 上學 上班 都有很多要求 往往人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亦都會批判人 那時候自己覺得自己不及人 又會積存一種傷害和壓力 自己會受傷害 又會批判自己 即是自己會心靈受傷害 又會說 我不行 我做得不夠好 這次是律法主義 就是要求 第二就是前路 我這次說 就是第一件影響我們 就是人對我們要求 和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第二就是我們對於前路的擔心 和壓力 前路的我們不知道 學業 事業 戀愛 家庭 婚姻 兒女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人就是煩惱 這個人 看到別人有戀愛 有好的婚姻 他又在那裡妒忌 為何你這麼好 為何我這個不好 就是人對於前路是沒有把握的 就算這樣也好 就糟了 到將來 最後 最後 後來的幾年 又不知道怎樣 都會 對於前路 我們總是不知道的 就會有壓力的 第三件事就是孤單感 其實很多人都很少朋友 真朋友 真朋友 有一群人 教堂有一群人 其實你回去教堂 有更好 就是有一群朋友 不過那些朋友 去到甚麼位置 就在乎你求有多少 有些人就說 你一開始去教堂 每個人歡迎他 很開心 希望以後都是 每天都是 每個人都關心我 如果是這樣 每個人都 只等人關心 那誰去關心人呢 但很多人在教堂 就不習慣去關心人 所以他未必有很多 真的朋友 因為關心 都是去到一個程度而已 真正你在教堂 能夠找到好朋友 都在乎你自己有沒有付出 你關心人 可能有些人 將來成為你的好朋友 但你去教堂 你不要想著 我為了好朋友而去 但是 你肯付出 你就越多朋友 你越有真的朋友 那時候你的人更加開心 有很多人是挺孤單的 就算夫妻都會 夫妻都會孤單 就是兩夫婦都會 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周圍都是朋友 我經常都會享受 經常都享受和人在一起 因為我經常都是祝福人的 而我和太太 這個我太太 就 以前我在 在你們的堂會的時候 我的第一任太太 她後來離世 這是神給我的第二位太太 是Shirley 剛剛她送我來的 她是對我好大的禮物 而我會很珍惜 其中我一個教導很重要的 就是婚姻輔導 以及怎樣幫助人的婚姻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我們天上有神 地上最重要的人物 其實是夫妻 你想想 跟你最近的就是夫妻 子女有一天她大過 她有結婚 她有她的老 夫妻是兩個最重要的 但是往往夫妻是最激氣的 可能沒有反應的 不開心的 這也是造成壓力的 這需要處理 今天我不能夠處理 但是有機會的時候 我都可以說到 婚姻的人際的關係 怎樣處理得好 我很珍惜我的婚姻 因為有個這麼好的太太 真的 我在去雲這麼多國家 以及我去這麼多的教堂 我想說一句話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 我未見過有夫妻 好像我和我太太那麼好 我未見過 是因為很多人不懂得 怎樣建立關係 而當我們能夠建立關係 或者有時 有些夫妻都需要放手 有些真的 因為丈夫太太 真的 是她不願意 你想好她不想好 她總是跟你對抗 我們可以盡量愛她 接立她 但是她可以對抗我們 都很大壓力 這樣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就是放手 放手的意思是 我一向對她好 不過我不用這麼期望她 原來孤單感 都是會令很多人 胡思亂想 和武力 哎呀 那些人這麼 哎呀 這麼開心 所以孤單人最怕是節旗 那些節旗 每個人都一起吃飯 我又沒有人一起吃飯 有一種孤單感 另一種就是自己加壓力 明明有錢 有得吃 有工作 有家人 有朋友 自己在閉藝都有 你有沒有試過自己在想 想起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有些人幻想 哎呀 我的家人其實不喜歡我的 哎呀 這些假想 有些人說 嚴重 我的家人下毒給我的 這些東西 沒有那麼嚴重的 就是說 其實他們不喜歡我 他們忍住我而已 那些人就會想起很多這些東西 或者 自己加給自己的壓力 就是自己很高的要求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厲害 我不厲害的呢 或者對自己的批判 那 即使你聽到這些東西 是不是覺得 嘩 我也有份 就是需要去處理 其實每一個人要處理的 是個個不同 我們今天沒有可能處理完的 不過開始給大家知覺 是需要處理的 那四樣東西在那裡 別人的要求和批判 有沒有人對你的要求和批判 給你這種壓力 或者傷害 可能從小到大 那些人不喜歡你 就造成這個角度 對不對 以及前路 你不知道怎樣 前面怎樣 孤單感 以及自己加的壓力 會不會造成給我們的傷害 令到我們的心不得鬆 那你知覺呢 你就說我要靠耶穌運出路 知覺就不要說 是這樣的 做人告我都是這樣的 那 耶穌就是來不只是救我們 將來去天堂的 是耶穌是想我們今世 活得好像天堂那樣的 就是天天都開開心心 但有些人是不可能的 哪裏可以的 但我告訴大家是可以的 尤其是有聖年充滿 我們下午會說聖年充滿的 是可以很大的幫助的 那神幫我們什麼 第一 祂是無條件接立 這件事是全世界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就算父母都說 你不關我不疼你 你不做得什麼 我不喜歡你 之類的說話 人總是有一種條件在裡面 夫妻都是的 其實夫妻的條件更強了 其實夫妻的愛是低於父母的愛很多的 因為夫妻是怎樣的 她就開始不理你 生氣你 說你不好 其實夫妻的條件性是很高的 尤其父母 尤其是媽媽 你怎樣的 你去到什麼地步 多差 你一天找回她 她都會幫你的 但夫妻真的沒有情 有一天她對你 就是反面的時候是完全沒有情的 但父母總是有情的 而神呢 就是創造父母的有情 就是祂會對我們有情 所以神是無條件接立 這一個瑞麗 在耶穌說的比喻 有一個法律賽人有一個瑞麗 去到聖殿祈禱 這個法律賽人就驕傲 就說 哎呀我什麼好什麼好 做了什麼好事 但這個瑞麗就說 他就在自己扔胸口 他就說 我真的沒有眼睛 不敢望天 我真的有很多罪 但耶穌說 我一起讀 盧教方十八章十四節 我告訴你們 這人回家去 被那人倒算為了 就是說 他回去 反而這個人知罪 神呢 完全接立他 天上為他歡喜 聖經說 為他好開心 這是神的特質 在聖經裡面 有很多很差的人物 有一個行任時被捉 行任時被捉真的很差 耶穌可以加捉 你有沒有搞錯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怎麼見神 但耶穌是完全接立 當然耶穌不是想我們犯罪 但耶穌是說 我知道人有罪 人有罪不出奇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有罪的 我會接立你 只要你悔改回到我 我一定會幫你 一定會祝福你的 有些人說 那我做得不夠 又如何呢 做得不夠 立即靠耶穌赦免 耶穌幫我 就可以了 但如果一個人繼續犯罪 他會跟神越來越疏遠 我們不是說 耶穌既然無條件之內 我就繼續犯罪 這樣就不行了 神是想我們真心的 來到祂面前 悔改跟從祂 祂就一定會祝福你的 有些人說 這樣就很有條件 你又要找我 我找你才幫我 意思好像什麼 例如我用一個比喻 例如你家裡有飯吃 外出沒飯吃 例如浪子聖經的比喻 他出了街 錢都用完 沒有錢了 那你要吃 當然要回家吃 在街上又要吃 我要在街上 不過我又要有得吃 沒有的 就是跟神 是回到神那裡 其實是很享受 那種喜樂 喜樂、平安、愛、祝福 那些祝福真的多到 是你想像不到的 其實我有很多很奇妙的神跡 我甚至 我試過一次 轉飛機 飛機走了 我自己不知覺的時間 因為他轉了時間 我就在這裡 半休息 過了一小時 飛機走了 我問那個人 他說飛機走了 沒辦法 你要再訂機票 又要再給錢 又要再安排 因為香港訂了 要打回香港 那個人說 很論盡 你試一下行不行 我再問那個人 他說不行 哪有辦法 飛機走了 便便便便 我祈禱神 你凡事都能 然後我再跟那個人說 我問你打個電話 他就打個電話 我打個電話 眼睛大了 哇 飛機回來了 我後來問那些人 為何飛機回來了 他說飛機 不知道為何飛不起 便跑回樓 便可以上飛機 神真是 祝福我 是很神奇的 我太太聽到 她都說 哇 神真好愛你 飛機沒了 你不起 飛得飛 我今次去完肯瓦 又是一個神跡 今次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訂機票的時候 我不想起 我去到肯瓦裡面 要轉一個城市 在轉一個城市的時候 是要經過移民局 第一個 已經經移民局 以及拿行李 然後再放置第二個飛機 那個時間要長久 我以為 就這樣轉機 一個機場仔轉機 那只是50分鐘 那個上網馬又沒有問我 我就照樣地訂了 然後我一去 在香港機場 已經告訴我 你不夠時間的 那我去到我便說 飛機麻煩你快點 到時立刻 即快點開門 快點下去 快點 我衝衝衝衝 衝去移民局 我就將資料 全部填在一張紙上 因為我知道要申請落地Visa 即是即時的簽證 全部寫好 預備準備好 衝去 怎知道飛機不動 機師宣佈 我們需要一架拖車 將飛機拖在閘口 我不知為什麼 總之他說要拖在閘口 又要等一大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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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拖在閘口 放人的時候 過了超過半小時 即是更差上加差 差上加差 第一要轉機 第二要給多少錢 好了 我經過移民局 今天很快 那隻主要 又要去拿行李 又衝到那裡 我問飛機怎樣 飛機起飛呢 我就跟他說 我問他在飛機等了很久 因為要拖車 拖了一大輪 才趕得到你 他說你要等嗎 不要緊 我給你下班機 不用錢 真的不用錢 他說不用錢 我覺得神對我很好 很多神奇的事 和很多神跡 神都會這樣疼你 不只是對我 凡是愛耶穌的人 你的心就會鬆 你凡是督福 那你說 我很多事情都不行 那些事情不行 有時是積聚了很多年 都是需要一步步釋放 這個釋放 我今天開始告訴你 你以後都需要做 一步一步 有時做是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和自己做的 一會兒我都會說 一會兒怎樣自己和自己做的 但首先我們知道 神接立我 神體重我 神關心我 這是很重要的 你相信耶穌 不要說 有些人這樣 拜開什麼 偶像 現在不同了 不過轉了名字 我只要做耶穌 都是差不多 不是不同的 因為那些是人來的 神是完全不同 祂是完全聖結慈愛 很有恩典 很有能力 很有風聖的恩典 祂是很大的愛 那些愛是可以經歷的 我在1998年 有個佈徒家為我按手祈禱 一祈禱就立即好像電流般湧進來 即時有很大的愛 那我到今天祈禱 都是很多人會有感動 即是會真是被神感動 我們的同工都是 你們的同工都會是 以前阿謝太太也跟我們很久 一起祈禱 她都知道 她都看到很多聖靈的工作 所以整天祈禱 耶穌很疼我 一起說 耶穌很疼我的 耶穌很喜歡我的 耶穌很體重我的 我很寶貴的 我很寶貴的 世人就說 你有寶嗎 但是我們真的有寶 是神給我們的 神有親情和接納的愛 祂是很有親情 祂不會說你蠢啊 你不行啊 祂不會這樣的 祂總是給我們機會的 有個女人患了12年血流病 她的錢都用光了 祂希望我摸一摸耶穌的衣服 就是希望得到醫治 祂真的得到醫治 但是當時來說 按照猶太人的律法 聖經所說的律法 就是 這些是不潔淨 不可以碰人的 但是祂出去不單止碰耶穌 全部周圍的人都碰到祂 所以祂令到周圍的人都不潔淨 所以是犯律法的 耶穌說誰要摸我 不敢出聲 耶穌說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領的身上出去 最後祂認了 祂認了之後 耶穌回答是很特別的 我在一起讀阿玛太9章22節 耶穌轉過來 碰見他就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就要來 從那時候女兒就傳了 你有沒有發覺 耶穌說的話 很特別的語氣 什麼語氣 是女兒放心的 這個人跟他三不認識的 沒有拉奸的 而且是犯了律法的 但是耶穌會看他 就像他的女兒一樣 你看你的子女 會不會說 他今天什麼事不行 他被人炒魷魚 你會不會說 我覺得沒事了 不會的 你會很掛心的 即是女兒子女 你是很掛心的 耶穌真的稱呼你 做兒子和女兒 耶穌是很疼愛我們 我希望大家 心裡記住一件事 耶穌真的很疼愛 可能你說我未這麼快信到 但我們今天會幫你 深信耶穌是很疼愛你 因為當你深信 你就開始得福了 你開始就會有很多福氣 在你身上 他真的稱呼你做兒子的 女兒放心 這句說話就是釋放了 放心 不要那麼緊張 不要那麼煩 我太太一句說話 我很喜歡 有時候我出去吃飯 弄了一些醬汁 她的答案是什麼 有些太太的答案是 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大的人 有些太太可能會這樣 但我太太說 不要緊 要回去洗 三年就洗 但很多人很緊張 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也會弄死 但神就說放心 不用那麼緊張 輕鬆一點 你的信夠了理 就是你相信的時候 你就會得救 並且你得到醫前 這就是 神比我們很容易 第二就是 我們很擔心前路 但是神 前路已經有美好的安排 詩篇139篇16節 你所定的日子 一起說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一天 你都寫在你激冊上面 然後17節就說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其數 何等眾多 就是他寫通是好東西的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啦 我的命真的不太好 很多苦的 你聽耶穌說 你開始 越來越多祝福 真的 我一生 如果我數回頭 我真的很多很多東西 是好到不得了的 是好到超乎我想像 那我 剛才我講的 飛機場那些是兩件事 其實我還有很多 就是 很多事 如果我想 即我回想的時候 我有空就會回想 我就會多謝耶穌 其實我們的生命 每個都有一條美好的路 寫在天上 你聽耶穌說 你親近祂 你就會得福 你對於前路不用怕的 你不用擔心前路 因為神已經有了計劃 祂會祝福你 只要你聽祂說 你就會入到祂的路 你不聽的話 就入不到 不是每個基督徒都入到 有很多基督徒 他說 我信耶穌 為何我信耶穌 人家信得那麼好 我信得那麼不好 因為祂沒有跟耶穌 聖經說 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就加給你 當你關心神的角度 和讓耶穌在你的心裡做王 即是耶穌說 你不要罵人 你不要生氣 你搖書人 我們就聽話 耶穌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聽話 這樣的時候 這些一切就會給你 神給我這麼多 我能夠四處去全世界 這麼多國家 去祝福人 經濟上的需要 各樣的東西 神都是供應 並且我現在 已經66歲了 但我不用戴老花眼鏡 我什麼眼鏡都不用 老花眼鏡 近視、遠視 什麼都不用戴 有時候看了一些字仔 有些人年輕過我二十歲 他說 你不用戴眼鏡 我對呀 不用戴眼鏡 多謝神的恩怜 你走神的路 神是一步一步祝福 那你說 我走神的路 是不是我都可以 不用戴眼鏡 因為每個人不同 的路不同 神給每個人不同的路 很多人孤單 神是陪伴的 詩篇139篇第五節 一起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安守在我身上 神真的是陪我們 有些人 我怎麼見得神陪我們呢 你有沒有發覺 你還未信主 神會在你的心做功 令到你開始想到神 或者有人跟你說過耶穌 你就開始會想 裡面有一種感動的 然後到你信耶穌的時候 他拘捕你去信耶穌 你好像 我們自己也會抗拒 我不相信 但是神會拘捕我們去信耶穌 然後信耶穌 不聽話 聖靈又會感動你 叫你知罪 然後你聽話 你肯愛耶穌 神的感動更加大 這個就是看得到 不聽話 還未信的時候 神已經在做功 聽話更加做功 我想問大家 有幾個試過這些事情 總之你試過 神在你的心中 感動你 帶你 叫你悔改信耶穌 跟從耶穌 請你舉手 這個就是神的做功 你留意就會留意到 有些人就沒有什麼留意 因為太留意 世上的事情就留意不到 你留意就會留意到神的做功 他是很真的 在我一信耶穌 我發覺 以前犯罪 也有些感覺 不過如果過到關 就最開心 譬如做一些不好事 沒有人發現 是最開心的 但是現在 所以耶穌是不能過關的 心裡很不舒服 神在提醒我們 所以神是經常和我們一起 你隨時聚地祈禱 神說 你排隊吧 神會這樣說 你排隊吧 你排名是第一萬 一萬零九千那個 就是你了 神會這樣 是立即服侍我們 神有能力立即服侍 他也是很樂意服侍的 好了 然後呢 神又能夠改變和醫治 譬如很多人是很煩的 思想是很負面的 神會改變你 和會醫治你的 詩篇147篇3節 他醫好傷心的人 我好都不能相處 神真是醫治很多人 你在網上看到很多 很憂傷痛苦的人 你說我相信耶穌 我都試試回教堂 為何我還有憂傷呢 是我們懂不懂得 用心靈誠實敬拜 你懂得 和深信神的愛 你就會一步步得釋放的 我們今天都會 在這方面幫助大家 好了 如何得意志呢 第一 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接立我們 開路前路和陪伴 多思想為欣賞神的恩怜 這就是回應神的美好 就是怎麼樣 深信神真的很接立我們 整天深信神真的很疼我們 在我來說 我經歷四年之後 隨時我一祈禱 立刻神的平安喜樂 立刻湧入來 立刻那些喜樂 立刻湧入來 即時有的 還有 我為很多人祈禱 也有看著他們的經歷喜樂 本來是煩的 可以經歷喜樂 就是神是好真 祂真是接立和開你的路 和陪伴你 所以我們有空 就多想神的好 那你說我怎麼想神的好呢 你喜歡吃的東西 你喜歡吃的東西 很多東西吃的其實很特別 芒果 你喜歡芒果的香味和彈口 香蕉有另一種香味 番石柳有另一種香味 荔枝有另一種 荔枝有另一種 荔枝有很彈口 即是每一種食物 神做的蝦 那些椒鹽蝦是否很香 很好吃 現在想不想到 我是否想像得到 各類做的蝦 蟹 蟹 魚 蔬菜 就算飯都好吃 煮飯 如果你肚餓 旁邊煮飯 是不是很香 原來 神做很多東西都很好 花香 喜不喜歡 那些樹葉的香味 海灘的有味道 不只是聲音 味道 有海灘 那種聲音 都是令人很舒服 而且就算你自己 你放鬆的人 你嘗試深呼吸 放鬆的人 都很舒服 不過很多人都不懂得這樣做 你笑笑又開心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有神的恩典 自然界 耶穌救我們為我們釘實節架 聖經講到神的愛 還有你其餐到 都可以經歷神 還有你困難都可以經歷神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有空就去想想神的恩典 那你就更加開心了 還有我們需要處理的 你不要猶得 你說 很多人有種信用的謊話 什麼謊話呢 他人衰當然要生氣他 這是謊話來的 不是當然要生氣他 你生氣他 誰不開心呢 他不好 你生氣他 自己不開心 自己就煩了 其實很多人就是 他壞我 就要生氣他 要罵他 要不理他 越是這樣做 越辛苦 其實我們知道 我有個教導叫做輕鬆得勝 你上網找吧 YouTube會見到很多 很重要的是 垃圾不要吃 什麼意思呢 你有沒有吃垃圾 你有沒有吃垃圾的習慣 那個垃圾桶那裡 吃不吃 當然不吃 但是人的 垃圾很多人吃 人們罵了一句 哇 想了幾十年 他以前說我 說我沒有用 說我沒有錢 看小我 哇 生氣幾十年 其實這句說話出於什麼呢 出於神 因為出於誰 出於什麼 多人會罵你 會看小你 是出於神 還是出於什麼 出於魔鬼 和出於人的罪性 那些是不好的東西 是垃圾來的 我們口用會出垃圾 到時都有 我們自己要悔改 但是人的垃圾不好吃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他說你蠢 他說你蠢 不要緊 他說我蠢 神說不要緊 你就算蠢 神也會用你的 他說你 可以叫你智慧的收愧 所以不用怕 人家說你蠢 人家說你沒有用 你沒有錢 不要緊 神會供應我的 你的心 將會放在心上 我用個比喻 有人拿一盆 大便 一盆 潑在你那裡 你會怎樣做 避開 避不開會怎樣 去換衣服洗澡 是不是 會不會 如果有個人 被人潑完之後 回家又有空問 你有沒有搞錯 這麼臭都要淋潑 真是衰 有照樣睡覺 天天起床 又問過 幾十年都在問 周時的人就是這樣 人家罵完他 幾十年都在想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幾十年都在想 生氣了哪個人 哪個人虧待我 其實他虧待你 耶穌給你 但你慢慢地想 受傷是誰受傷 自己受傷 你還想繼續受傷 你開始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說 我放手 我連續他 我自己有沒有加增 給自己什麼壓力和要求 我可以怎樣 靠主調教這個期望 和要求 可以靠主 處理自己裡面的壓力 有什麼不開心 其實不要緊 你們有衣有食 每個人都肥肥白白 你們沒有誰是餓的 想吃又沒得吃 每個人都可以吃 有得睡 現在冷 不會說沒有被蓋 是不是 其實你有衣有食 就當之粥 都可以 其實都很好 如果我去非洲 真的有些很慘 地下睡了什麼 一張椅子 沒有枕頭 怎樣睡覺 用手枕著 我問你痛不痛 痛不痛 那就動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 用手做枕頭 真的睡一晚 每晚都是這樣睡 他們就是這樣 在地上 吃東西就放在地上 吃完掃了就睡了 就是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時候 你說香港真的很好 香港的廁所 通常都是乾淨 你家裡更加會乾淨 去到那裡 只有一個洞 在地上挖一個洞 當然有些昆蟲 有些味 其實很多地方的人生活是困難的 其實我們想回自己 其實你很多事情好 不過總是想起那些人 想起那些人就很煩了 其實不要緊的 耶穌給我很多東西 我可以放手 很重要的是 心靈誠實敬佩 有些人說 我已經求耶穌了 耶穌麻煩你 叫我兒子乖一點 快生兒子 快點 有些什麼 我需要的病 快點醫好我 我已經全部都告訴耶穌 不過我現在都沒有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親近神 不是只告訴耶穌 而是整個心靈的喜歡神 那些煩惱如何 神會幫我們 但是這個世界總有煩惱 因為聖經說了 因為當阿當夏娃犯罪 神就跟他說 你耕種地就會長出荊積質泥 你耕田的 有沒有發覺地會長出荊積質泥 雜草的 會 即是說 當人類犯罪 這個世界就有困難 你永遠都不會 家人全部變得好 你做工的人 你周圍的人 全部個個都變得完美 好到不得了 不會的 這個世界沒有這件事 所以一定有困難 不過你怎樣得力 耶穌幫你得力 有些困難一直在 未必的 神可以將他拿走 但這些困難 都有一個目的 可以訓練我們 神會一步一步 將你的生命提升 你越走耶穌的路 你越鬆越開心 神現在給我 很專注去侍奉 什麼煩惱都沒有 因為我家裡太太也很好 教友也很好 待會還有兩個來 會分享 我看到神的工作 我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很輕鬆 沒有後顧之憂 這是一步一步的神提升 但我經歷過很多困難的日子 我很多經歷過困難 但是在這些困難中 我幫著耶穌 我學到怎樣 在困難中依靠耶穌 耶穌一步一步祝福我 用心靈誠實勁拜耶穌話 一起讀一下 四章二十四節 神是個靈 所以拜祂 必須用心靈誠實拜祂 什麼意思 是整個心靈 而是心去喜歡神 不要只是說 就是剛剛說 耶穌說幫我幫我什麼 不要只是傳一個信息 好像傳短信給耶穌 耶穌說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而是心去喜歡神 我這裡將會分開 人有魂 魂包括哪些 三樣一起讀一下那三個詞 思想 意志 感情 這就是魂 那是思想什麼呢 完全認同聖經 神是最好的 神真的很好 喜歡神 歡喜神 神是最好的 決意 心意我跟著耶穌 有些人說耶穌是怎樣 耶穌排行第三十 家母、錢、子女 那些就排行先 搞定那些了 才找耶穌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你將耶穌排行第一 那你說 那排行第一 那需要做事嗎 都要做事的 不是不做事的 一樣照生活 但你什麼事都想著 榮耀耶穌 祝福 就是想著神 如何令到神歡喜 那時候呢 那你說 神就好像很專制 什麼都要喜歡你 什麼都要跟你的 因為祂是恩典的來源 神就是所有恩典 我想問你 神做萬物 那有什麼事不是祂做的 你吃的東西是不是神做的 你有條命 你有手有腳 是不是神做的 什麼都是神的 所以我們跟祂相連 才是最好的 你不要神的禮物 好了 你不要胸你行不行 你不要手腳行不行 什麼都是神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呢 中國人也有說 樂業歸根 我們要喝水思源 神給我們一切 我們決意跟耶穌 你一定祝福 並且神會跟你說話 那時候我要離開香港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適應不到香港 我是很傷心離開的 我是很失望的 不過我又說 神都有祂的路 那時候有個教徒和我祈禱 她說 將來你會回來 我覺得沒有可能 她還說多一句 她是領受到神的信息 她說 將來你會去全世界的國家 我真的沒有可能 那時候有了這樣的心態 不過我先信住 她說 心裡面先信住 而且有一次聚會有個先知 一群人坐著 她說 你出來出來 她和我發言 她說 你將來會去全世界 她不認識我 三不認識七就和我說 神真的會有很奇妙的恩典 你聽話 不是每個都去全世界 你們每個都去全世界 有不同的路 你聽耶穌說 總會有好的路 而且有感情 這個是需要建立 你和你的家人有沒有感情 你和你的家人有沒有感情 你和你的家人 和你的家人 用開的東西有沒有感情 很多東西我們都有感情 但是神是比最多的東西 我們應該最有感情的 是神 很多人很喜歡這隻狗 如果你有養狗 因為狗是真的最有反應 比人更好反應 看到你就發一發 很開心的 總是會有回應的 因為我們的神對我們是最好的 我們會不會感激祂多於喜歡自己的狗 所以三件事 首先有個魂 思想意志感情 然後整個靈魂 一起讀 CB103篇第一節 我的心要清重爺 凡在我裏面的也要清重他的聖明 就是整個靈魂 這個就是靈 整個心靈喜歡神 祈禱最好就是這樣 整個心靈 耶穌你真好 多謝耶穌 有些人說你信得太迷了 為何信得這樣 不過神是很真 真到我都驚訝 我現在不講那麼多故事 否則越講越多 真的很多神的祝福 是多到不得了的 整個心靈喜歡神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經歷神的工作 很多時候我們為何不傷害 為何有傷害 為何痛苦呢 就是因為有些人傷害我們 我們不能放手 怎樣放手呢 憐憫他 有沒有搞錯 他已經傷害我 我還要憐憫他 其實傷害我們的人 他受了很多傷害 你想想 那些罵你的人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 在你周圍的人 是會罵你的 有沒有 有些人 是習慣性 他們坐在後面 可以了 是我們兩個 他下午會分享 有些人會容易 避免罵人 有沒有 我相信 人人都有見過 你有沒有見過人 罵人 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被人罵過 是人都有 你便覺得 他好像很厲害 在罵我 不斷罵我 不斷罵我 我想問大家 你想想 那些罵人的人 其實他有沒有被人罵過 其實他從小到大 被人罵 又打又罵 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現在罵你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法 神給我們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怎樣能夠 不讓那個人影響呢 就是你去搖述他 看出他 其實他很慘 那些人其實積住了 那些虎老 他的 他的心裡面 是很多傷心的 他的傷心比你更多 我們信耶穌 我們就可以鬆回 他的傷心比你更多 所以你憐憫他 你就能夠放手 祝福他 你的心就鬆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我們一起讀 阿馬太六章十四節 你會搖述人的過範 你會天賦也必搖述人的過範 而且你的心會鬆回 你的心會鬆回 如果你想到任何人曾經傷害你的 那你怎樣做呢 一起讀一下 就想到他們曾被人傷害 被人傷害過 他們被我們可憐 就連率他們 就搖述他們 也不介意自己受的傷害 就被主捍衛以至 那你可憐他們 那你可憐他們 遙恕他們 又不介意 其實沒有所謂 我想問大家 以前罵的說話 現在還在空氣中 還有沒有聲音 即是說你壞人 那些聲音還在嗎 那些聲音 已經老早走了 不過我們只要抓緊他 你不抓緊他 就已經過了 他罵完 就當他沒事 你在街上有個神經病 神經病 你會重播 會否重播 不會 神經病 你當然不要介意 但其實 有些人說 不是 我家裡的人 不是神經病 是正常人 所以他罵我 我就介意 其實世人不是正常 因為是罪人 我們都是罪人 所以我們都會罵人 我們都會不喜歡人 這些東西 就是垃圾 他會這樣罵我 我不用介意 不要緊 不用觸實 不用介意 他罵完你 你很蠢 就馬上變成蠢了 傻了 你現在傻了 會不會傻了 不會的 他罵那句說話 是沒有權並的 一起跟我說 那些人罵我說話 是沒有權並的 那些人罵我說話 沒有權並 罵完他就走了 就行了 很多人被罵完 就跌倒了 哎呀好慘 他罵我很傷心 慢慢很久才起身 但是你可以用太極拳 四兩撥千斤 四兩撥千斤 就是他罵完我 沒有所謂的 他罵我又不會變了什麼 他說 你沒有錢 我也有衣有食 他說你笨 我又不會變了笨 他罵我什麼都沒有權並 所以不用介意 這個是需要學的 需要時間操練的 那我又去祝福 即是心裏面練習他 好了 而我們最重要 就是給神醫治和釋放我們 那待會我們就會做祈禱的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二塞書錄一章一到三節 主有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爺爺說 報告我 叫我全好信的及偏卑的人 差異我依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秘囚的出監路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起落油再替悲哀 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神跟所有觀音不同 那時候有個婆婆 我教友的媽媽 她有絕症幾樣的病 醫生說 因為她最致命的就是神衰竭 她不會痊癒 所以我們都不醫她 就不用神了 她很辛苦 因為神衰竭一直療毒越多 我形容給你 我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認識了些人 有這個問題 會怎樣呢? 好像神衰竭 毒素是全身 越多 經常都很辛苦 好像不知神衰症 或神衰症 一路到死 因為她減輕 因為人們取不到毒素 唯一方式是 要打麻醉 讓她不受影響 醫生告訴她 將來的尿毒越來越高 她的女兒關心 就叫我去祈禱 我問她 她很舒服 她說 你信不信耶穌? 不信 因為我擺在觀音幾十年 祈禱幾次都舒服 但也不肯信 但她的家人 我每個跟她祈禱 每個都信耶穌 然後呢 過了半年 她忽然間 神拍後鼻枕 忽然間說 為何今天葉穆斯沒有來 過了半年 半年我都沒有去 因為我不空經常去 為何今天葉穆斯沒有來 忽然間這樣說 這其實是神感動她的 因為她第二天開始 就半昏迷狀態 有時會 經常睡覺 忽然間說 為何葉穆斯沒有來 她的女兒馬上打電話 那時還用她的call機 就馬上打電話 我馬上打電話 跟她祈禱 我說 祈禱覺得怎樣 很舒服 我說 佛有沒有這樣幫你 沒有 觀音有沒有 都沒有 你信真信假 她說 我信真 很奇妙 願不願意洗禮 她又願意 願不願意拆偶像 又願意 很奇妙 第二天 她就跟家人 每個都說 你們要信耶穌 耶穌真是最好 還有一晚 她的女兒看到她 看著天花板 從一邊看另一邊 一邊看著一邊 一邊看著一邊笑 她的女兒很開心 為何大半年 她都很痛 痛又沒有話說 更加不會笑 你有沒有變形 病人笑 病得很辛苦 那些不會笑 她看到她那晚笑 她覺得很特別 她覺得她是看到一些東西 可能看到天使 天堂 和耶穌 原來耶穌的靈 真的是很真 拜什麼 沒有經歷 但耶穌是可以經歷 有些人就會有經歷 哇 耶穌這麼好 真是親身經歷 真是有幫助 你想想想 有個神這麼近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主有靈在我們身上 因為耶穌是用高 舊藥就用一些很貴重的高油來高滿 新藥就用聖靈高滿我們 就是聖靈降臨我們身上 就叫我們去傳好信息 所以我們信耶穌是傳福音的 還有做什麼呢 不只是傳好信息 醫好傷心的人 所有傷心的人 你醫好他 那你說我怎麼治 是否給他藥吃 不是 是祈禱和輔導他 幫他處理生命 還有秘魯得釋放 譬如你生氣了幾十年 煩了幾十年 失眠 有沒有失眠的問題 失眠我看著很多人 一祈禱馬上 立即改善 還有 總之什麼煩惱 神都會幫你的 一切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還有有喜樂 神真的這麼討厭來到我們身上 你想想經歷神的醫治 鬆點想想想 有沒有人壓著心頭 有 對於一會 一會兒繼續祈禱 後輩